- 套著護盾的Racer來扛一下這個石頭的傷害 然後再兩個人一起聯手把這兩隻雙石給拿到手 另外一邊的話則是比比跟傑哥應該是有分散的護坦 我們會不會又看到跟上場一樣的情況呢 奈德利一個順路下來順便收掉Racer有沒有 但是這個控制效果的話有來的人馬這麼好 因為其實人馬的話是可以殺一個措手複製的 哇這邊直接被中奧了 有點慘啊 他只有就像剛剛講他只有寶而已啊 這邊是一個如法炮製的GANK路線 Racer身上穿了套著包袱隊的護盾 傑哥又一次的直接Q閃上去之後 直接貼在Racer臉上打Refail交閃跟上一個撕咬 直接把人頭拿到手 哇這個劇本跟上一場一模一樣 我看他們打我會覺得難到這個GANK真的很容易嗎 但是我會根本不想做這樣的嘗試 因為我覺得應該沒有人會這麼笨 那您的意思就是被GANK到的人就是 對 就是很蠢 Refail似乎是想從後面再來嘗試一波的GANK 要再來一次嗎 我這邊沒有選擇要直接GANK 他應該是預設說對方可能應該有在三角下眼 那以奈德利跟傑哥這邊已經沒有閃現的情況下 要殺到人是有一點難度 Refail似乎是反向進入了另外下半部的一個野區 我有WIN給你剛來之後 Refail似乎趕快先把聚會鳥拿到手逃走 我們看到現在下半部 HKE這邊的全部野怪 是全空的 對 所以這邊WIN的會變得非常的迷茫 你知道嗎 就來上半部 他去哪都 呃我現在要GANK上路嗎 不GANK到中路嗎 中路這邊也是推薦的 GANK到下路嗎 也不可能 所以他這邊整整個來看呢 他就真的就是逛街 逛街 那這個誤差不是因為他自己打得不好出來的 只是下潤了一波 是被戳出來的 喔 鎖鏈有綁到 還好4-4手中Core有虛空行走 他好可能 他從剛才離開他家裡到現在 他已經走了 一分半鐘快兩分鐘 他還沒看到一個可以打的東西 對 現在只剩下河蟹 WIN在爬回自己的野區 但聚會鳥這裡 還沒有重生 WIN正在尋找一個打野的目標 另外一邊Refail還被入侵 吃掉了 這邊還被Refail入侵了上半部的野區 而且藍buff區也要被控住 掌握到了這整區的時間 他這個Q也太戳了吧 這個雷克沙趕過來 已經是被眼界看到 來得及來得及 奈德利茲太快了 真的嗎 這一下是穩定的吧 這個藍buff拿到手了 側邊 原本這個勒布朗看起來是有想要趕快吃人的 這邊Refail退的話是正確的選擇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HKE的上中路 雙路都是推進的情況下 勒布朗如果在這邊跟他起衝突的話 對方的支援會比較快 會有危險 所以這邊選擇撤退 這邊Refail小壞壞 他跳這攤藍buff 他要進去堵他這個紅 我轉角 WIND已經看到Refail的位置了 一個長矛出手 但是MARS的位置陷得很深 MARS沒有魔力趕快換位回來 側邊WIND再翻出來 保護自己的中路可以撤退 但現在4-4的狀態大概只有一半左右 Refail正在等待他的時間結束 一直點一直點 再加一根長矛 這邊WIND扭腰躲過 看起來的話 Refail真的是以野區控制為主了 因為現在Refail是跳進了對方 的紅buff區域 WIND在轉角有遇到了Refail 這邊有海神斧的傷害 看起來是有點高 但是Refail這邊是反咬了WIND一大口 兩邊血量都是很低的情況下面 WIND趕快先撤開了這個紅buff區域 不過Refail看起來是 德里不老人 完全沒有要放過這個紅buff的意思 你一定的啊 這個 我是奈德利 你是雷克薩 這沒有理由我讓你嘛 對不對 哇 而且還連帶的把這個隧道也給踩掉 WIND摸摸鼻子 這個學長嘛 學長 學長進我野了 他現在只能吃 我只能吃 吃剩的 雙十項先拿到手再說 R0到底 嗚呦 BB這個轉線要小心 因為幾乎草叢會遇到雷克薩 被蒙希頂開 小亮也是跟著翻過牆壁之後 往BB打過去 BB一直燒了兩個召喚式技能 這邊這一波就蹲得相當漂亮 一個時空攔截 捷克的位置有一點點深 馬上舉個雄心中盾 Refail長矛出手操在小亮身上 這邊小亮也是要離開這個野區了 趕快跟自己的RAISON會合 看一下上路的防守姿態 JT能不能保護住這個 剩下一點點血量的防禦塔 HK這一波是三個人在上路後方 TP亮起來了 這邊是找滿路的Morning 這邊已經變大了 來看看捷克緩住了OLED 之後身上套的點燃 OLED利用大腿先把人給吹開 但這邊Morning的TP 似乎是沒有施放住 而且閃線也交掉了 被斷掉了 被斷掉了 因為艾克這邊也是交了閃線的關係 艾克這邊應該是交了閃線硬斷他 哇 但這邊的話 艾克已經是被Morning 給盯上了一個骨頭的位置 先把三層的印記打出來 這個野心本能的效果差一點點 就可以把小亮給打死 OLED這邊是直接趕到了 現在中路的FORFOR 還有這個虛無空法球 是直接把Morning的血量壓低 而且自己還可以吃到這個護盾 不用肉身扛塔 看起來可以順利的拿到HK的上路這條線 這一定在前期處理一個換線 算處理得還不錯 這邊一回補的情況下面 中塔BB從側邊滑出來 跟著捷克一起來敲對方的中塔 那Refurn的位置被抓到了 現在散線被OLED的一個Q技能給吹了起來 Refurn可不可以逃脫 這邊被套來虛弱 索電也爆開 被Morning一波傷害給帶走 但是小亮這邊確實 BB這邊就有危險 小路BB釘上了BB 看到鬼刀 那角閃線想要黏 這個Q技能是空掉 BB加閃線趕快回到Refurn的懷抱當中 Refurn是回補了一下 這邊BB活了下來 但後面FORFOR的進場 閃線上去一個虛無法條 直接把珍娜給打死 然後後面一個長包 再一次地狙擊掉了Rayson的性命 FORFOR還可以利用虛攻星肘 來離開這個戰場 哇這麼會是卡匕獸 血好多啊 最坦 最坦的那種诶 哇 瑞芬這邊被小亮給黏上了 血量只有半條 來看看瑞芬這一波 撤退可不可以順利逃脫 一個虛無法球 但時空輪的丟了下來 還沒有吃到這個護盾 就已經被瑞芬反咬咬死 威能的血量也非常的危急 因為被震盪冰撞的效果給打出來 威能可不可以逃脫 莫妮利用TP趕來了現場 FORFOR是拿下了這個擊殺 莫妮這邊是沒有撈到助攻的 但是連續兩個擊殺都掉到了FORFOR的手中 哇 閃掉了這個鎖鏈 莫妮被這個時空攔截 他在小亮的身上好痛的傷害 趕快交了時空 這個計時開始在 而且還有閃線也交了 卡薩丁本身這個 他等一下有 TP已經下來了 而且是下在了HKE的後方 來看一下這個是一個卡薩丁的TP 想從後方來做夾擊 小亮這邊承受了一堆刺射屠戳的傷害 血量非常的低 現在卡薩丁尋求一個進場的機會 OLED這邊是一次被 HKE這邊一次被緩到了三個人卡薩丁的進場 三個套子虛弱之後 後方是直接讓MARS秒掉了BB 但是卡薩丁一個虛空心臟 直接踏死了艾克 再下三個虛弱法球拿到了Double 準備瞄準第三個擊殺 魔力展現上是一種硬流 Refrain這邊標是標到了Rainson 再加上自己一個四樣 拿到了CV的擊殺 哇 FORFOR還繼續往前 拿到了OLED的人頭之後 拿到Triple 那JT這邊剛好是從左邊B站嘛 變成說HKE這邊被迫的要往右邊 哇還在轉 而且這個跳距距離超遠 Refrain已經黏到了WIND的身上 WIND利用自己的翻山 先逃脫對方的第一波追擊 但是Refrain完全沒有要給任何的活路 FORFOR直接踏步過牆 搭配著自己的傷害打出了一波Ace 現在的情況讓JT想要來主動進攻了 Refrain趕快開受聯約 後方TP要亮起來 Morning即將滿怒 這邊Morning是已經變大 情況下面來看一下狂笑猛擊的 施放先丟一個拋岩 但是所有HKE的成員 已經退到了他們中路的二塔之後了 對 自己也要趕過去 喔 勒布朗這邊來 不勒布朗 Refrain這邊是繞後了 來看看這一波HKE 看起來這陣型是被夾開了 WIND的MAPHA保護住自己的隊友 OLED是直接被融化 而且後放技師開始 雖然有運到FORFOR跟傑哥 但現在這裡卡薩定的傷害 沒有人可以限制住 一個虛無法球之後 直接往對方後排坐過去 BB這邊還在做拉打 小亮原地一個計時開始 直接把BB給炸死 傑哥也被留在了小亮面前 小亮一個人挑掉了 對方的兩個打到一個雙殺 沒錯 喔 轉角的話 Morning牽線 牽在Refrain身上 爆開 但是Refrain看起來有一點坦啊 FORFOR往前踏步 閃現上牆 丟了一個虛無法球 Refrain再接一個長矛 但現在FORFOR的位置 有一點點危險 但現在小亮也趕了過來 丟了一個時空攔截 FORFOR可以順利的撤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巴龍的這一個團戰要怎麼打 OLED進去閃吹了之後 Morning的進場想直接秒Refrain 但是最後是由BB拿到了巴龍 Refrain直接閃現上牆之後 被Morning給盯上 但Refrain這邊血量非常的低 Morning都追擊 在下方已經被BB 打出一個雙殺之後 留一個Win的暗下被收掉了 這邊是BB跟FORFOR 各拿到了兩個人頭的擊殺 最後這邊也是成功逃脫 哎呦這個 視野的視角沒有看到Morning 切割是另外一個 切割是另外一個 黑色切割者 黑色切割者 哎呦 這邊中了Morning的一根 這個長矛中在Morning身上 Refrain再往前一個撲咬 直接把 勒布朗帶炸 中上兩路都給拿掉 丟了一個時空攔截 但是沒有起到任何威嚇的效果 BB直接拿著雙槍 往前點在Rayson身上 12幅度開啟 把小亮跟Rayson都直接勸退之後 讓自己的隊員 可以拿到這個上路的水晶命 剛剛好像差十幾滴血 沒死啊 他什麼閃上去 然後再把自己補回來 而且下路44打Rayson 這兩秒鐘 Rayson就啪就不見了 秒殺 這邊的紅鬚也打起來了 Morning現在在累積怒氣 Morning的手電牽在Morning身上 再加上一個鼓勃力標 有緩住Winder的位置 Morning繼續往前做追擊 準備要變大狂笑猛擊 來加怎麼出手 直接把位置從他的家裡面翻了出來 Refrain從後面補了一些傷害之後 搭配著44的進場準備要踏上去 Winder被頂住了之後 加上44的一個震盪波 直接收下這個敵殺 Morning直接一個撞牆 之後再往回踏步 但是完全無法joke掉 經驗擾到的Jay Team的其他成員 BB已經打了大殺特殺 看起來 這一波是想直接結束遊戲 傑哥閃電消息之後 把歐雷給敲飛 搭配了自己的隊友 讓BB再添一顆人頭 小亮這邊是翻回了自己的溫泉裡面 Jay Team是直接把對方的主堡雙塔 想要來強勢地拔掉之後再結束遊戲 所有Jay Team的成員 在對方的溫泉前面亂洗一通 沒有人要打防禦塔 只有Jay Team的粉絲跟小平 老老實實地把這個主堡給拆掉了 恭喜Jay Team是在最後一場比賽拿到的勝利 是被夾開了 Win the MAPA保護術技的隊友 OLACE直接被融化 後抱氣勢開始 雖然有運到FOVO跟傑哥 但現在這裡卡薩丁的傷害 沒有人可以限制住 KID AND NICE NICE HEY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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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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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小槍包包 我們最終的關鍵keeper 交到了FOVO 朱俊蘭選手的卡薩丁身上 1109的戰績 單場速度最高27個95 51帕即將參與率 第二場怎麼換下去了 變成小亮寶寶上場 選手需要舞台 好 選手需要舞台 唉唷 這個 是不是剛剛後勤團隊教你講的 沒有 因為我剛剛要去說謀 要訪他的時候 感覺後勤團隊就說 等一下好好回答 不要被釣魚